昨天公平會主委告訴我 說 他會在4月底 將冷藏庫的部分 要去徹查清楚 那麼農委會重點在於調節 所以你們現在也請續產所 進加拿大的豬肉 以備作戰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農委會是有作為的 但是本席要請教 4月底就等於是5月底 5月底就等於是這個肉杖節要到的時間 那本席希望能夠聽到農委會主委 你有沒有吃肉杖 有 你吃哪一種肉杖 有爆滴肉的嗎 都有 有喔 那個管主委 你吃哪一種肉杖 有沒有爆滴肉的 有 有嗎 因為我媽媽告訴我 如果肉杖沒爆滴肉 沒爆我們台灣滴肉就沒成肉杖 公平會全力的也來查 你們也全力的去做調節的工作 因為一個有為的政府必須要去平穩物價 贊不贊成 我們會來維持這個供應的合理價格 因為這個是一個產業發展非常重要的 我們深怕是因為有人惡意的去囤積 導致 導致 消費市場自動漲價 對 這樣子對於消費者來講是非常的不公平 沒錯 我不知道主委你你今年肉杖節的時間 你吃幾顆肉杖 管主委你趕快想一想你待會兒要回答 忘記了 應該 三顆米雄應該有吧 有 有嗎 管主委 有 你不要只有吃雞腿便當 你有沒有吃肉杖 吃了不多 本意希望的 給政府推動的 消費者民眾的小確信 錦麗莎劍 端午節是我們的大節日 本意希望你硬起來 好好的去做調節 對社會大眾說 我們的量能是夠的 我們絕對不容許任何 囤積惡意的一個刺激而為的行動 豬肉異常價格上漲的這種情形 我們會用進口 會用來查這個庫存 有沒有 農產品交易法裡面的囤積 來 作為一個合理的調節 能不能告訴民眾 一起來推動 我們 消費者 民眾 重置小確信 請你宣示 管主委幫你 他在點頭 請你宣示一下 我們會 盡全力來維持這樣子的 這一個平穩的價格 種子小確信 但是種子 種子的糯米大概都是進口的 國際米價如果漲的話 除非政府補貼 你講嘛 否則沒有辦法 讓民眾安心嘛 對 一起推中 對 一年三節 我們台灣人最重要的節慶之一嘛 是 端午節 種子小確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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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謝謝你 一起推動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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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確信